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当你达到理想中的体重之后 到底应该怎么办 然后如何去调整你的饮食 今天呢我也会来分享一个一日三餐 都是一些像米饭啊 面条啊 这些非常非常家常的菜 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因为其实减脂和保持身材 真的不只是吃沙拉和红薯而已 今天的视频呢也是跟爱夸天然矿泉水合作的 他们有一个21天的打卡挑战 我也会在一会儿讲完干货的时候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恢复饮食之后体重会发生反弹 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反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减肥或者是减重的 如果说你减重的方式非常的不健康 比如说像过度运动或者是像节食啊等等 这样你减掉的多数都是水分和肌肉 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体重不反弹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你是通过节食的方式瘦下来的话 我的建议是先停止节食 然后把你每天的热量摄入增加100到200大卡左右 然后逐渐的每一周到两周去调整一次 直到你每天的热量摄入达到你的基础代谢 同时呢我也推荐你每周做两到三次的力量训练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减脂的方式非常的健康 这种情况下在你增加你饮食的摄入的时候 你的体重可能会发生小幅度的一些浮动 但是这种浮动都是暂时的 当你的身体不断的去习惯你新的饮食习惯的时候 你的体重就会回归到你之前平稳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瘦下来之后应该怎么去吃 最理想的状态呢还是说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只是你每天吃的食物的分量可能会比之前大一些 我想说很多人真的并不是反弹 而是说你在你达到了你可能比较理想的体重之后 你又回到了之前不健康的生活状态和饮食状态中 然后你又把自己吃胖了而已 其实这样反反复复的减肥体重 反反复复的变化非常容易导致你的荷尔蒙失调 甚至导致你的皮肤松弛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养成一个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而不是说你减肥之后再吃 然后吃胖之后再减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要以什么样的速度去恢复饮食 或者是增加你的热量摄入 如果说你已经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的话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每两到三周去调整一次 减少你每天的热量差 可以每天适当去增加大概100大卡左右的热量摄入 可能是一个半鸡蛋吧 或者是70克左右的鸡胸肉 其实一个最最好的状态呢 就是你大概整体已经了解健康的饮食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你可以把你一个健康的饮食状态 给你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健康的饮食状态中和一下 找到最适合你的一个饮食的方式 同时可以尝试去体会你自己吃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慢慢用自己的这种饱腹感 去指导你自己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停下来 而不是再用热量去指导你自己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 另外有几点呢 也是大家在恢复饮食的过程当中应该去注意的 第一个呢就是要保证运动 其实运动真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身材好看 为了瘦 它对我们的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 保持我们肌肉的弹性 然后甚至保持我们皮肤的状态 第二点呢就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像很多人其实在减肥之后出现掉头发啊 皮肤失去光泽呀 或者指甲脆弱 甚至说你非常非常的想吃甜食和碳水 一定程度上都可能是因为你的蛋白质摄入不足 像鸡蛋啊牛奶啊或者是鸡胸肉啊 这些都是特别好的蛋白质的选择 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降低你的甜食 然后高糖高油的食物的摄入的频率 可以偶尔去吃 但是其实这些食物确实不是非常的健康 第四点呢就是要保证饮水充足 对于女生来说 你每天可能大概需要喝四瓶五百毫升的矿泉水左右的量 然后对于男生呢 你每天需要的饮水量呢 大概是六瓶左右五百毫升的矿泉水 如果说你在某一天的运动量比较大的话 女生是推荐增加到2.7升左右的饮水量 然后男生呢是推荐增加到三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 当然这个其实也包含我们通过食物中摄入的水分 我找了我家最后一瓶爱跨天然矿泉水 其实我和爱跨天然矿泉水有挺长时间了 最开始我单纯是为了颜值付费 就我还是在我家旁边的河马超市买到的 它每个瓶身上面都有一个这个彩色条的设计 然后每瓶的颜色也不一样 当时我就觉得它整个的瓶身和这个设计非常的可爱 不过也是这次合作 其实我才知道就是爱跨天然矿泉水最大的优势 是因为它是一个偏硅酸型的矿泉水 硅呢是我们身体非常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 推荐我们每天需要摄入20毫克到50毫克左右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人体很难从食物当中去摄取足够多的硅 这也是为什么推荐去喝偏硅酸型的天然矿泉水 然后硅在水中其实主要是以偏硅酸的状态存在 但是它在我们人体当中主要存在在我们的皮肤啊 我们的动脉啊和一些关节组织当中 适量的去喝偏硅酸型的天然矿泉水 可以对我们软化血管 然后保持我们整个身体的年轻状态都非常的有好处 另外统一爱跨也有一个21天变年轻的打卡挑战 我觉得与其说是21天变年轻 不如说是21天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其实就跟减肥一样我经常说没有真正改变生活习惯的减肥 最终都是失败的 我觉得我们用21天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然后再用未来的很多21天去巩固我们的习惯 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像自己想要的自己靠近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科普环节了 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三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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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